今年年初 接下剛改制的體育署長一職 何卓菲說會緊速提出臺灣 未來十年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 六個月過去他兌現了承諾 在競技運動更設定 二零一四人穿亞運十面金牌 二零一六立約奧運三金兩銀一銅 以及二零二零奧運四金三銀兩銅的 階段目標 如何達成這些目標培訓將是關鍵 體育署規劃從國外挖掘優秀人才 向跆拳道已經找來奧運金牌教練 而未來如果拿到奧運金牌 國光獎金也有可能加碼 目前是一千二 那你們現在規劃是可以提高到 當然有這個版本是提到兩千萬 那可是是不是能夠通過 因為還要經過一定的程序 衝刺經濟運動發展全民體育 體育署估算十年需要將近八百億經費 只是改制後一年預算只有六十九億 其中二十億億還來自運彩盈餘 由體育界人士私下質疑 會不會到最後又變成口號而已 記者林曉惠 沈志明 台北報導